能温能武的西装暴徒 这款入门小钢王会不会是你的菜呢 大家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名标小字评 我是杰森 今天来聊一聊千年老二僵尸单盾 它的热门运动风系列 作风四海 关注僵尸单盾作风四海的表友都知道 目前这个系列最热门的表款是 钢款蓝面的4500位 也算是三大顶射钢王里面最低调的一款 并且它的行情也是钢王里面最低的 说到这个系列 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有讲过它的复杂款的5500V 低调内敛奢华保质率很高 蓝色的盘面元素更是为夏季增添了一抹清凉 是个不错的点缀 纵横四海原装的三条表带替换机制 赋予了万表不同的风骨 配合到快拆设计 面对任何场合都能够做到从容而优雅 后面也讲到它的高阶选择 全玫瑰金蓝盘的4500V 也是纵横四海第一次用到了全金配蓝盘 这个配色带出去就特别的引人瞩目 它这种盘面的蓝色就蓝得非常的彻底 非常的有标识性 再搭配简单的盘面 把正装该有的贵气儒雅做到了极致 但是随之来的问题就是它的门槛太高了 目前行情得要55万左右 有没有相对亲密一点的选择呢 我既要纵横四海的马尔他标 也要简单的盘面 我的预算也极其有限 那么4500的钢款银白面就是你的 在我后面 该说不说 这表拿在手上给我的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儒雅 无数无刻散发出低调内敛的气质 自立航表径 学测厚度是11毫米 这个大小不说是运动表了 作为正装表都不嫌大 半马尔他坑文的表签经过两种打磨工艺 下方金刚材料的表颗表签是很细的拉斯打磨 上方的半马尔他则是高抛光认识 金刚材料的表链依旧是品牌特有的半马尔他设计 表颗表链勾勒出的曲线流畅而自然 工艺精度与美学质感兼具 无论是在哪种场合下 他这种细致的拉斯效果都能让我分分钟中毒 真就是把江山顿那股特有的韵味毫无保留的刻画了出来 观赏性直接拉满 盘面用的是银白色调 带虚日纹断面拉斯效果 并且最外圈的分钟刻度做得很密 带有倾斜设计 用的是天鹅绒般的光滑处理 让盘面跟表圈做了一个很好的过渡 虽说不是复杂表 但光这一个细节就让它整体表现丰富了许多 盘面上的指针 视频和刻度全部用到了黑色 在银白色的盘面上非常的瞩目 读取效率很高 十分指针用的是践形针 石标是棒状石标 并且都在内部带有大面积的荧光图层 在夜间有着不错的夜光效果 秒针做得很细长优雅 指针的尖端带有三角点缀 末端则是相应做了配重 三点位日立显示窗口 黑字白底 边框带有金属包边 十二点位下方是立体精致的品牌logo 下方的品牌字符 隐隐约约散发着一股奢华气息 我觉得单从这个外观出发 它的颜值丝毫不亚于蓝盘 蓝盘是被中刀表有追随潮流的结果 在专柜各种难买 不接受预定 久而久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但你说好看吗 还真不是那么好看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价 反观这只全钢的银白盘 它才是把僵尸弹的那股 渗在骨子里的低调素雅 那种传统表该有的韵味 不该有的浮夸 保持出现的态度 发自内心的呈现给了我们 在观众篇来到它的背面 通过蓝牌室玻璃表里 可以看到搭载的5100自动机械机芯 动力储备60个小时 带任何碗印记 机芯夹板上大面积的任何碗包纹 几乎是全部覆盖了整个背面 大金头更是非常的瞩目 上链效率极高 自动头下方印有品牌字符logo 中心则是太阳图案 在太阳下方一小部分开眼 中间部分是磨砂面 增加了细节质感 接下来是实际操作 右侧悬线式表冠调整时 接下来是双链 悬出表冠解锁 直接转动式双链 拔出第一层 调整日历 只能单向调节 第二层调整时间 接下来是村庄环节 通过实则可以看到 这枚纵横四海4500位的 钢款银白盘的重量是 161克 重量不轻了 实际上的感觉 完全不像是一只运动表 它这个马尔 它表带的舒适度 快要赶上硬五罗了 比艾比那个坦克履带型表链 也好太多了 舒适贴手了 再加上这个不大不小的 圆弧表壳 日常通行完全没有问题 再换上水表附正的 黑色橡胶带 实测重量是116克 相比全钢表链 轻了不少 实际上的效果 舒适度稍微好了一点 但我个人觉得黑色表带和银白色的表盘 表壳的格调有点不太搭 略微有点太抢眼了 少了它独有的一份纯洁素 对于皮带的话 被我弄丢了 下次找到了再单独测一下 所以这个环节我可以给一个几个分 很关键环节 近段时间整体的万表行情都不大好 一些热门款一直处于一个降价状态 也可能是整体的二色市场逐渐的开始回归理性了 这对于享乐手理想表款的表友来说确实很友好 既然理性已经到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不理性的时候到了多少 4500位钢款蓝盘行情最好的时候 我记得是到了32万 想当年另外两位钢王疯涨的时候 他在专柜居然还有折扣 搞得我都一度认为 纵横四海是不是已经退出了钢王群聊了 没想到他也能给你来个翻倍 结果好景不长 没接受多久又开始往下掉 到了现在依旧要超一点工价了 但是也很理性了 目前二级场行情来到了21万左右 还算不错 全钢银白盘属于大哥再涨 那我就跟着一起涨 一度飙到了24万 那大哥低了怎么办呢 就跟着一起栽跟头呗 现在二手单表15万左右就能了 我觉得还行吧 这已经算是钢王里面垫底的存在了 在后层面 它的肌肉帮分预计一直在3000左右 150米的防水深度理论上来说可以游泳 记得拎心把头就好 总的来说 这款表注定只适合少数表友 它作为运动风暗表 却没有运动表该有的蓄力多彩 没有那种个性鲜明 独特硬朗的气质 它更多的是一种正装表 才有的低调儒雅 细节质感放在同级别任何正装表面前 都是可以正面硬钢的存在 而且它相比一般的正装表 拥有更高的防水性能 防水深度一度来到了150米 也就意味着人家能做的他也能做 人家做不到的他依旧能做到 活脱脱的西装暴徒 我觉得重点还是它的门槛吧 可以说是为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买单 而不是它不应该有的溢价 所以看下本心里对于这一枚入门小钢网友 有一个新的了解 那问题来了 如果说你有15万左右的预算 要选一只通勤属性很高的腕表 会不会考虑这一枚纵横四海的 4500为钢款赢白盘呢 可以把想法留在弹幕后的评论区 关注节奏腕表带你看片顶级名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